哈囉大家 時間8點40分 我是怡辰啦 我也忘記自己介紹了 而且我後來GoPro就當機了 不知道我為什麼在這裡呢 就是因為我要比山林之王的附選 就沒想到我出選竟然過了 你知道嗎 So amazing 我一個台北長的附選的人 爆滿了 所以我就被分配來高手 超熱心 然後今天跟我一起的遊樂 我們大學的事情 唱歌是非常非常好聽的一個學長 然後他可以出場了 耶 哈哈哈哈 太近了 天啊 你看現在才幾點啊 9點15分 人潮欸 天啊 怎麼熱血的人們啊 太厲害了吧 嗨 我是8號 是1點半開始 是8號應該是大概2點多 才唱得到 現在時間是這個10點 還要等4小時 天啊 很多人都在問山林之王2的規則 我就簡單講一下 有分成網路報名和現場報名 那我是屬於網路報名初選過了等 所以今天是直接來參加複選喔 上一支影片就是我初選的影片 那現場報名的海選 就是有在臉書直播輕唱的 一直叮叮叮那個很可怕的那個 我那天早上10點半就到了 本來以為等待複選的時間會很無聊 但沒想到 是一個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要找我合照的妹妹 我後來有問她為什麼要找我頭照 她說因為我長得很像混血兒 她說我叫石偉妮啦 真的沒有人說過我叫石偉妮的部分喔 在Youtube上有的人說是很像陳寗妮 哪有100多讚 這樣很像陳寗妮 這樣很像陳寗妮跟這個石偉妮 哪有石偉妮啊 你太誇張了 也希望你以後加油 好我會加油 各位我在這個大圓白的廁所在補妝喔 那這時候呢就有一個人說 你是那個什麼陳寶嗎 陳寶 我第一天出來耶 在高雄 來這樣 好 後來又有個妹妹認知我來 Yay Yay 謝謝 你來比賽 真的 可是就 太緊張了 我大女7歲耶 你看我現在才在這裡 16歲就在這裡 你以後就會繼續來一次 好我也想 很少有這個機會 還有很多時間可以練習 加油 好 掰掰 這個12歲的妹妹因為CD撥不出來 可能看我可愛 跟我接吉他 他唱完之後 爸爸逼他跟我合照的部分 這個是不是真的是希希的店呢 好 嗨大家好 我是怡辰 然後 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就是我希望站在每個舞台上 都可以帶給大家很快樂的感覺 那帶來的歌曲是 陳寂甄的 我親愛的天子狂 然後這首歌我覺得還蠻適合大家 現在覺得很熱的收聽 好我要開始了 為什麼你從天… 為什麼你從… 你吉他沒聲音 真的嗎 真的嗎 要再大聲一點 不好意思 開 好像有了 可以了 好 謝謝大家 好 直接來了 為什麼你從沈迷 夢中神奇的幻想 那時撥也撥不掉牙頭 一般潮越的慾望 有千百種可能無誤解答 迷失挪偉章的森章 有一頭曾經的犀牛角 今天比小巷還滿長 恭喜一層 謝謝 個性非常的可愛 歡迎下一位補可音 我還沒唱到補歌耶 座單位叫我們複賽過的要輪到最後 最後會頒發確定會競童的三個金牌得主 但其實我早就放棄在錄ending 我第一次經歷了被人家認出來 然後要求合照這種很酷的事情 我一直覺得好好玩 反正謝謝大家陣子以來就是替我加油 之後如果有機會我也會繼續來比 然後大家也不要忘記我 之後也會繼續上我youtube的影片 然後還有我脫口秀也會繼續的去表演 所以歡迎大家持續的修訂 一層好不好 但是謝謝大家 OK 掰掰 8號 3號上了 4號 在我嗎 這段真的超戲劇化的 未來根本沒想到會叫到我 接近我 滿長 走音調 結果我就在白白的瞬間 哇 他可以叫上台了 他們各自找了最喜歡 然後再給上台 現在好 這是三個評審老師 然後他們會各自挑他們自己喜歡的參賽選手 然後到台上來這樣子 先生老師呢 在給出他 心目中最棒的那個金牌是誰 天啊太酷了 我來了我來了 我來了 你緊張啊 太酷了吧 那個 Vlog還在拍 喔不能拍 沒事沒事沒事 我看得笑的 好 來 分發了 YES 恭喜恭喜 太酷了吧 你也很滿足 你 你叫得很爽了啦 這是今天的第五天 恭喜波哥 嗚呼 欸我剛剛因為想跟你合照 我再訪問一次 我再訪問一次 你怎麼想說說 我耍一種會當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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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是會上Youtube嗎 快 啊 很開心 掰掰 謝謝你啊 好棒喔 好棒喔 好棒喔